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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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起小吃的排行榜 滷味絕對榜上有名 但是這家滷味的味道 總是讓這裡的饕客 又愛又恨 它麻是非常夠的 然後辣度也會跟得上 吃丫頭就要用手 不要就用筷子了 然後直接啃 而且丫頭我就覺得 不只它整個那個丫頭好啃 而且我覺得 它連骨頭都很香 我很喜歡那個 它那個焦麻的香氣 還有小弟弟辣到臉都紅了 還是一口接著一口停不下來 很辣嗎 很辣 那你為什麼還一直吃 因為很香 因為很香 所以要邊配水也很香 先入廚房機關種地 讓饕客愛不釋口的秘密 就在這裡 我們這裡面有三四九種中藥材 我每天大概要用 一萬八千公克的辣椒 來自重慶的蘭永梅 原本是光鮮亮麗的化妝品公司 高階主管 加到台灣後 為了絲絲念念的家鄉味 握進廚房做滷味 他說重慶的滷味光是滷還不夠 上桌前還要加上各種調料才是正宗 有醋 有醬油 有花椒油 花椒油還有分青花椒油跟紅花椒油 加其他的配料都在裡面 那味道才會更豐富 層次才會更好 這麼霸氣的重慶滷味 和蘭永梅的個性很像 早在14年前 麻辣滷味在台灣 還不常見的那時候 他就勇敢創業 雖然歷經婚變 他還是一個人堅持的走在創業的道路上 勇往直前不退縮 當然一個人會比較辛苦 可是那是因為一直有這些死中的顧客 還有就是我們本身的 本身員工已經做很多年了 那我們每個人都希望能夠在這裡 實現我們的價值 滷味之外 蘭永梅最近還試著把家鄉口味的 酸辣粉以及重慶米線端上桌 要讓走進來的每個韜客 一秒到重慶 一起品嘗它的家鄉滋味